MING PAO TORONTO 嘿嘿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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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3年 誕生了第一塊GSHOCK表款DW5000 時間快進到2018 為了致敬初代GSHOCK表款 推出了全金屬造型的方塊 GMW B5000 而我對於GSHOCK方塊的第一印象 則是來自頭文字第一電影中 杰倫扮演的藤原拓海 影片中他佩戴的是DW5600 也是我所有GSHOCK表款中 最想擁有的一款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應該說是目前方塊表款中的天花板 就是我手往下帶的這一塊 GMW B5000 TV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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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金屬方塊的錶盒也不太一樣 鈦合琴這款的錶盒呢 還做了特別的定制 打開方式有區別之外呢 錶盒自己本身在包裝上也寫了很多 這款錶的一些功能性 就是我說的那種 你在說明書上就能看到的功能 他硬是要在外面再多寫一次 就凸顯一下他這種軍事化 機械化的這種美學風格吧 可以這樣理解 整體拿到手包括開箱整個儀式感 包括戴上手這種效果 一套下來還是挺有滿足感的 感覺還不錯 作為G-SHOCK的起源錶款 非常經典的方塊造型 搭配的是最新一代的光能錶盤 你可以看到他在接收光能的部分 跟普通方塊造型的錶盤比起來 有些許差別 尤其是西光板的紋路上 每一個單獨的小部分都會要更大一點點 他對於光能的敏感度是蠻強的 我這幾天使用下來 我打開了全自動的照明功能 也就是我們出生抬手量 抬手燈 實際使用中 晚上我在路邊走的時候 如果有微弱的路燈 它都不會亮 它對於光線的敏感度非常高 換個角度想說 它的好處就是 可以非常非常充分的 把一些微弱的光 轉化成它的動能儲存起來 那這塊 鈦合金TVA的表面 用的是藍寶石 並且是STN LCD的顯示屏 所以它的顯示效果 會比普通的方塊錶款來講 會更加清晰、易度 可視角度會更加大一點 就看起來會更舒服 更透亮 那我更喜歡的是它整個材質 是做了非常好的輕量化處理 以及塗層 它在普通錶款 正常的圓點位置 就是一個點點裝飾 TVA這邊是完全把這個孔打串的 是鏤孔的 所以它整個重量非常輕 並且它表身、表帶都有DLC塗層 DLC塗層就是一般中高端一點的萬錶 才會用到的一個科技 整個塗層是有一種亞光黑的質感 它除了好看耐用之外 配戴效果也真的很舒服 舉個例子 現在這兩款錶 已經是我拆下來錶一部分錶鏈 就是匹配我自己手腕維度的長度了 較真的你可以自己站 你看看 長邊應該是七節 短邊是五節 然後包括這個微調的點點 我也是調最邊邊 兩款錶戴上手的感受是不太一樣的 正常這款普通鋼帶的方塊 它的表面材質是光滑的拉絲處理 所以它會有點黏手 你看我戴在手上它不怎麼會滑動 就它會站在皮膚上 同樣的維度 如果我換成TVA 這一個有DLC塗層的鈦合金版本 它會寬鬆一點 我覺得除了材質上 這個錶鏈的厚度會稍微薄一點之外 它的塗層也有很大的關係 它會光滑很多 雖然它是DLC磨砂 但是它就沒有那麼黏手 你戴上來滑動的效果會明顯很多 但這不是說就一定好 有些人就喜歡錶帶的緊一點 固定位置不要動 但我自己就喜歡不要雷那麼緊 讓它有點滑動的空間 我會舒服一點 所以說這是我比較喜歡它的一點 現在這個是沒有拆過任何錶截 原裝全長的錶帶 我們看一下它多重 變色很不錯 這個叫東京木色 它們有一點黑紙黑紙的電鍍的感覺 有一點黑紙黑紙的電鍍的感覺 171.1 就是一個全鋼方塊本來的原裝重量 截取從我自己所謂的錶鏈長度 之後的重量 看一下 看一下 他們兩個材質是一樣的 我截了大概有20克左右 蠻多的耶 看一下這一個 主角 鈦合金外殼 有些朋友就皮膚比較敏感 可能像我有時候也會 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過敏了 很奇怪 那鈦合金除了有說 輕質耐腐蝕的特點 它還有一個比較好的特點 就是低敏性 比較適合容易過敏的朋友來佩戴 那麼這是它一些材質特點 外觀上其實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到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 塗裝的字眼 看起來就好像是 非常工業或者軍事化的一些 指引的標語 印在這個整個錶的外觀上 其實它就是把之前那些錶款 隱藏或者說不明顯的信息 把它很明顯的告訴你 比方說錶帶上很大的這個 S1474DV就是錶帶的型號 其實普通錶款也有這個型號 不過它是印在這個內側 錶帶第一節的內側裡面的位置 每支錶都有啊 這支錶內側也有 但是它又在外側印多一次啊 就是為了好看為了帥 然後每一節錶結在頂上 還有自己的編號 010203到下面都是一樣的 下面這些一樣的 就給你拆裝那個小針的方向指引 然後就是錶扣上面這一個 六局電波和機心字樣 其實就是很簡單很基礎 甚至你在說明書裡面 都能看到信息 放大錶出來 但有一點比較特別 只有這款錶才有 就它錶殼上有兩個樓空的位置 這兩個紅色條條 它其實是裡面那一層緩正層裸露出來 也就是說它錶殼挖了一個 長條形的凹槽來樓空 讓它中間的緩正層露出來 這緩正層其實每一款GSHOCK都有 是GSHOCK自己的招牌的技術吧 GSHOCK為什麼這麼出名 就是說它除了有這個 特別凸起形狀的外殼之外 以及就是中間這個 懸浮科技的緩正層 就是中間紅色這個顏色 透過背面看也能從這個表殼 跟表深的縫隙中 看到這一點點紅色的材質 普通款的也有一樣也是紅色的 只是說在太表這款上面呢 它把它在正面也挖了個孔 除了樓空能減輕一點重量之外 就是說要把這個科技透出來給你看到 並且也有一個顏色上的搭配 黑紅配我覺得也是很經典 還有一個黑紅的點綴就是說 表面這一圈 在普通款上是一個拉絲材質 在這一款就變成一鏡面的效果 然後它把按鈕的功能性 也集成在這一圈上 做了一個圖樣 並且最顯眼的亮燈功能呢 它還把它用紅圈著重標了出來 然後整個按鈕也是紅色 有點像相機上的錄製鍵的感覺 很好看 整體做一個點綴效果還是不錯的 然後這盤錶戴上手的效果真的很低調 帥是帥 但是如果你不跟別人說 一般沒有人會察覺到 這是一塊一萬多的橘銷 對就非常的低調 當然做一個最新的橘銷錶款呢 少不了的功能就是藍牙連結 這也是我最喜歡現在橘銷錶款的一個功能 很多東西我都懶得手動去調了 一連手機的話它全部都自動調好 我覺得是很方便的 尤其是自動東令時下令時 這個我確實不太知道什麼時候調或怎麼調 它一線自動搞定的話其實省心很多 然後平時能用到的功能其實也就那幾個 不會說經常去操作 所以調好一次機板也不用怎麼老是去動它 同價位的選擇確實不少 優秀的錶款很多 為什麼它能在這個價位站得住腳 很大程度上我覺得還是歸功於G-SHOCK這個品牌 自己本身的魅力和它的獨特性 畢竟真正喜歡G-SHOCK粉絲 肯定不會錯過這一塊這麼漂亮的方塊 我是覺得這款錶它的收藏的價值 可能會大於使用的價值 在我自己的觀點來講 對於G-SHOCK的重視粉絲來講 我覺得它的地位應該說是一個聖杯級的產品 可以這樣理解 如果你是真正的喜歡方塊這個錶型 這個造型的錶塊 但你又對它的價格有點望而卻步的話 其實類似的選擇還是真的不少 像我 我是真的很喜歡方塊這個錶款 但是這麼多年來 因為它是作為初代錶款來講 到今天已經有太多太多的花樣去做了 多到我完全不知道怎麼選 很多人都會說最保險的選擇是全黑啊 我也知道全黑最保險 但是這真的太無聊了 而且太常見了 就沒意思 全黑的G-SHOCK我也不是沒有 像我自己這塊G-SHOCK我戴了那麼多年 白殼換黑殼 其實也算是換了一個風格吧 所以我真的不想 如果要入方塊 又就入一款普通的方塊 我覺得挺沒意思的 所以也是我這麼多年 雖然很喜歡方塊 但我一直只是沒有入手的原因 直到18年 雖然35週年 它是推出了全金屬的版本 我也很喜歡 但是這一次我拿到手呢 泰的跟普通版一對比 我就有點拔草普通版了你知道 所以現在搞得我有點不上不下的 不過最近看到它們在普通款的金屬方塊上 還是出了蠻多不同顏色的版本 除了這一個原始的鋼帶版本 它有一些電鍍成其他顏色 比如說黃金色、玫瑰金色、全黑 我覺得全黑也很帥 而且全黑那款是反顯 我真的超喜歡 我不知道正顯反顯大家會喜歡哪一個 如果這兩個給我選 我是比較傾向於選反顯的 真的帥很多 因為說到反顯呢 其實我手裡還有一塊 也是接下來拍的樣板 給大家看一下 這款的配色名字叫東金木色 它就是個反顯的錶款 整個錶身的顏色是那種暗紫色 然後錶帶就是紫色和這種有點電鍍黑藍 交疊在一起 整個錶看起來的視覺造型 有點粗號級的味道 大家喜不喜歡看個人 我是覺得在所有的什麼 金色也好、黑色也好 或者是玫瑰金的電鍍什麼的 這種所有的有顏色的金屬方塊裡面 這一個算是比較特別 我是覺得蠻騷的 喜歡的朋友考慮一下 價位的話 其實應該也算是同價位的 就是不同顏色可能會插個小機板 就順帶給大家介紹一下 還挺有意思的 這幾款錶的細節我會拍到畫面上 我是盡量想展現一下這種 金屬方塊的美感 因為我確實真的很喜歡方塊這款錶 OK 那麼就簡單 帶大家看一下 目前這個階段 方塊錶款中的 可以說是天花板級的存在吧 當然能擁有的朋友 絕對是少數 這款錶我聽說 國內上架的數量也就是一百多塊 大概就是這區間 不會太多 雖然這塊錶 官方沒有說是限量款或怎麼樣的 但是大概了解過的也知道 鈦合金這種材質本來就挺貴的 然後整個生產工藝也會比 普通的鋼款要複雜很多 包括它DLC塗裝啊什麼這些東西 其實每加一個功能上去都是錢 所以最終的成本 堆料堆到這麼高 數量也不會特別多 如果你真的有能力入手的話 你的錢包能滿足你的小願望 那就不要錯過了 好吧 那這就是大概 本期影片的所有內容了 希望你喜歡了 開開眼界也好 我覺得挺開心的 還有什麼更多想聊的話 評論區或有彈幕 我們再詳細探討吧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希望你給我一鍵三連 如果還沒有關注我的電線還訂閱 我是Rock我們下次再見吧